你都快懒得退化了 还总说自己累 工作挣不来什么钱 在家里也是当个甩手掌柜 还有没有点一家之所担当 我爸妈年纪大了 本来呀你都应该多担当点 为什么世事都和他们教我这呢 我家的中间多难受 你有为我考虑过吗 每次一有货心矛盾 你就在一边货悉你 你们的良心说 我拿点对不起你妈 如果你们家人再这么欺负人 这日子也没法过了 有请对对夫妻 有请 刘先生38岁来自河北 海鲜销售 李女士35岁来自河北 家庭主妇和勤 怎么了 小表里说很懒啊 有多懒啊 懒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我一天不在家 他宁愿饿一天都不在做饭的 而且孩子回来以后吧 让孩子给做饭 孩子多大 14啊 男孩女孩 男孩啊 特别好 你知道吧 有懒别的儿子一定有出息 主要是我一天上班我不累 那孩子上学回来以后 不给写作业啊 先让孩子给做饭 而且他每天晚上 那个抛脚嘛 你说让孩子给打洗澡水 那也行是吧 但是你泡完脚以后 你把洗澡水倒了 不行非等孩子倒 然后孩子就写得晚点了 就是第二天我倒 而且看见试熟 你喝点水 吃个苹果啊 拿个手机 然后气 都让孩子做 让小扇子多锻炼锻炼 也是觉得好 你别说啊 懒是确实懒了点 但是这个方式 对于孩子的成长倒是挺好 然后过年的时候 守着亲戚 他自己大爷式的 然后让孩子干这干那个 那我在后面不是做饭吗 我看着外来气 我都说他两句 然后不高兴了 那你熟你弟弟 熟你妹妹说我 那我脸上好看 我说孩子俩 就是爹熟儿子 正常的呀 孩子十几岁了 又是男孩 又是自尊的 所以说为着孩子的事吧 也吵 我一说 他就说我脾气脾气大 他挤到什么程度啊 叫医生 不管我手头忙什么 就得 冷下赶紧的得去 晚一秒钟 一直叨叨 没完没了 你说结婚十几年了 叫医生两生不过来 搁谁是有气啊 对吧 总这么到 这多大点事 我有时候下完班 我们买一下东西回来 比他自己买的 可能是贵的 一两块钱 这都不行了 早就没完呢 本身你说 咱们痛苦都给不上 那咱们自己挣钱 咱点钱 现在又有老二了 那一次省几块钱 多了 那我挣着钱 我还不能花了 你可以花呀 我说你买贵了 咱们都不要买了 下次注意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省 我管钱 都给他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老二 晚上有时候闹 一闹的时候 都不是推我 都是脚踢我 让我赶紧去盗奶粉 你说白天上前班 晚上有时候 也是累得上 哪有什么想 他想那样 孩子一哭立马 我都起来 起来 或者给孩子倒水什么的 我哪有那么快呀 对吧 慢一点 就都不乐意了 孩子 他现在就是因为晚上饿了嘛 然后才哭啊 对吧 多大了 才十个月 因为我自己抱着孩子吧 然后起碗奶粉 那肯定是让他骑啊 他骑嘛 那也骑了 骑得慢 孩子都哭了两声呗 还有一次 那天白天在班上班 也特别累了 回来呢 我就早睡了一会儿 迷迷糊糊的时候 他一脚都往踢下去了 特别大劲 我抱孩子上屋 一看 他睡在床中间 那我肯定来气 你说你睡着的时候 你往边上睡点 我睡觉是睡着点 那睡着了 谁能控制 我自己往哪儿滚呢 对吧 你碰我一下 会见到卫生行吗 上来都一脚都贴下来 这么大脾气 这谁受得了 你天天的 你说我皮大 他发一脾气来诈人 因为我们老大十几岁 现在小男孩 自力差点 玩个手机游戏 然后可能是拖着玩嘛 然后他直接把手机都扔了 我说一次不听 两次不听 等我说三四次的时候 他妈都不干了 也不是这种 你得给他放松一下吧 对他说了 那会我把手机收起来了一回 他妈给他拿出来了 那你不能摔手机啊 孩子玩手机 因为他 他自己整天在玩游戏 之前玩游戏 玩到一两点钟 那不是全玩游戏 那有时候也是做个表什么的 我说了好几次 我说咱们早点睡觉吧 把身体养好了 对吧 该怎么着 后来生气 我就直接把电脑锁了 然后他都为我密码 直接把电脑全摔了 然后我也生气 我一想着 我管不了你 对吧 那我得给他爸妈打电话 我一拿手机打电话吧 我手机睡了 晚上12点多 一点左右了 你给爸妈打电话吧 你说爸妈 在怎么想 那原因是因为你自己玩手机 玩游戏打不说呀 那我被子从布里 直接给我扔出来了 别进屋睡了 这听起来啊 就是做爹妈那点事 你看他们的冲突 全是来自于 对孩子的教育方式 其实都挺不容易的 两个孩子的父母啊 大的是青春期 小的还那么小 说说跟婆婆的关系吧 说起婆婆这事吧 本身生那个老二 他俩差比较大 我都不想要老二 你知道吧 你本身他比较懒 这个事啊 昨天我看下这个节目 好像我妈知道 给我妈录了点录音 我希望能放下 不是 你知道吧 我们先听听他在听听 你妈妈的说法 你知道吧 然后说 哎你要二胎吧 现在人家都要二胎 我说你不是身体不是不好吗 看不掉 你知道吗 那你要吧 我俩好歹都给你看大了 你知道吧 他也知道他儿子什么 要说有点懒 他有可能那个 有老二以后 他在重点 他随着心重点 就没那么懒了 你知道吧 我心想那也不挺好的吧 是吧 给老大有个伴 然后方照个孩子 还能改变 然后都要老二了 要老二以后 跟我别说 没你看孩子 就连我作业的 都被我凑了凑了 怎么出院 二胎还是抛不产 然后五天院 都没等我出院 然后就走了 后来我听说 我老公 向我婆婆做饭 鱼做一碗星 我都纳闷 不可能因为这件事情 孩子也不管 然后不凑我 我都感觉 他们家里给我填了个坑 你知道吗 画了一个饼 有个特别好的 有个冲净 现在班也不能上了 然后还在家看孩子 孩子特别黏我 他还这样 之前跟婆婆的关系好吗 之前的关系挺好的 主要是他也爱叨叨 我妈心眼也小 我说心眼小 想东西多 你说他小事 总是计较 所以这肯定是因为 他调说的 我跟我妈可能有点矛盾什么的 现在我主要是 我婆婆有点反驳的意见 立马都认为是 我调说 她儿子说的 我现在我都搞不清楚 是为什么 你觉得你跟你婆婆 关系还行是吧 对 来吧 刚才先生也说了 这婆婆有一段录音 我们来听听婆婆的录音 现在他俩上这个节目 我也想说两句 你欠吧 晚上他推听话 打他们俩结婚以后 他就像变了个人 中嫌我得的 嫌我烦 那不都是为了您吗 就连买房 还得让我给出钱 你咋不说你自己 整天花钱大手大脚的 完了还到处说我 这不是 总算记着我这点钱 让大伙都给我评评理 这个看来 不像您说的 矛盾那么小啊 不是一看孩子的事啊 房子钱怎么回事 他根本说的都不对 他说房子是他掏的钱 你问问他 钱是谁挣的呀 妈不存在 咱们都能放入钱聊 我给你说吧 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啊 咱把来龙去脉说清楚 刚才我俩就是节目中以后啊 后来工作 他爸妈吧 年轻的时候吧 然后身体没注意 身体不好 我说乱呀 不是爸妈身体不好 咱俩出来不是那个挣钱了吗 咱俩把钱给父母吧 因为我也知道 我那个姓哥 穷住钱 这样吧 就还能穷住钱 然后他们老两会见钱 还比较高兴点 哪个儿子不能这样做 对吧 咱们都不说了 然后后来买房子吧 不收货 二十多万吧 其实我俩挣的钱都够了 你知道吧 然后很多人就说 那房子是我给儿子 儿子买的 就这样说 这钱是我和我对象 我俩的 不是他的 你可以问他 他妈妈也攒了一部分钱 是啊 他攒的钱 他没有拿出来呀 咱们的钱都够了呀 而且他还说 那我买的房子 房子是不是应该写我的名字呀 那我的贡献在哪里啊 就感觉跟我没有关系了 那最后你不是也没写吗 对吧 这个钱当时跟婆婆说清楚 没有说是 您帮我们攒着的 还是说这个钱里面 有给父母每个月的 这个生活费 没有当时 他就是他一个儿子嘛 还有个妹妹就说 哎呀反正一家人了 然后那个钱吧 你给我拿着 然后比较高兴嘛 然后你就存着 就这样你就放着 拿着 也没有说这是我的 这是你的呀 没有分那么清楚 有的时候我婆说 哎呀我每个月 大概寄了多少钱 二三十万 所以您的心里面 是这个房子是 你们自己出钱买的 对钱都够了 而且现在房贷 都是我们自己摊着 那可能婆婆的理解 这不是你孝敬我们的钱 不是你还留一些 自己的用吗 不可能 您就这么说吧 每个月平均 您寄多少钱 寄了多少个月 每个月我俩就可能 留个那个两千左右吧 钱全部寄了 其他就寄多少 我俩加起来 可能是一万多 有的是八九千 全部是这样的 就一个月 一七千到一万 大概是这么个账 对一万多 记得多久啊 一五六年吧应该是 我们不止这个钱 不止这个 你如果说不得吗 咱们也咱们 就这么说 哎呀不是我 你肯定咱们多少钱 那我要不挣了呢 是不是就没有这么钱了 这个账虽然有点糊涂 但是从大账上面来看 一年大概寄回家 个十万块钱 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吧 一年寄十万嘛 七万万可能是有了 买房子是三十万是吧 额 平均是二十三万 不到二十四万 就算二十五万吧 咱们再说第一点 五七三十五 一年按七万算 那等于说 还有十万块钱 是孝敬父母的 也还行 说得过去 这账法就明白了 但是现在都认为 是他买的房啊 那最后房本上 到底写的谁的名字呢 最后写的我俩的吗 那不行了 也没写啊 那肯定心里不好受啊 天天感觉委屈 天天照我这说 我也给我妈说着 我说你都别总说这事的 他也孝敬说 把妈妈接了 我行 接我接来吧 来以后 将我给孩子买东西 买衣服 说小孩长得太快了 然后你买这么多衣服 干什么你知道吧 说你没见 你给我买几件衣服啊 其实掏心 我说给我婆婆买衣服 买东西 每件都买 我现在是没时间逛街嘛 在网上买些东西 快递多了 然后就说我 你看看 买这个买那 多少钱呢 每次都问你多少钱 就说这个不应该买 那个不应该买 我平时也不是那种 大手大手的人 老费的人都是 紧索实那么过过来的 公婆也是偶尔来 不住一起吧 住一起 这事反正听起来 太日常了 很多家庭大概都是这样 最主要是坐月子 那会儿就不干了吗 而坐月子 你给你儿子生气 然后说 是我挑逗他儿子 和他吵架 你说当时我在医院 里面都是什么情况 我就是线上指挥 也不可能指挥 那么好吧 对吧 现在又有什么事情 都说我挑逗他儿子 那会儿坐月子也是 媳妇还没出院的 我妈都走了 怪谁啊 不能怪谁 那你怪谁啊 显然怪你嘛 他们网上有句话 说的特别好 叫月子之仇 不共戴天 真的这样 我感觉我心够大 生孩子的时候 差点抑郁了 真的是这样 我都想不明白 你说 也许您现在是抑郁 这个不是有一份 统计资料吗 中国女性产后抑郁 高达43.7% 而且她正好在这个时期啊 你干嘛一脸那个呀 你委屈啥呀 今天您来的目的是什么 她妈性格可能就这样了 毕竟不在一块儿待着 然后我希望她的话 就现在有老二了以后 你还这么懒 我都感觉 婆婆这样 然后你爸还这样 感觉特别累的话 我都感觉 你又不是20岁年轻的时候 对吧 小 然后现在你快40了 就还不成熟 我感觉 那五十六十还这样 我就感觉 这一生太累了 太冤了话了 就没叛逃了 对 你希望她怎么样 我希望她 真的是能够做出改变 提提具体要求 比如说你看 她妈她自己不干活 回家以后还挺 你看 地脏 我希望她什么 你看到以后吧 你可能媳妇比较累 我拿去调子 我扫一扫是吧 你要不干 我也行 但是你最起码 你别叨叨我 我本身心动烦的话 承认我对家庭的付出 这是最基本的 在此基础上 再能帮我分担一点 就对好了 然后就没其他的要求了 对孩子这块 你会适当的教育也行 但是你自己得一身作则吧 对吧 你自己捧个手里的玩 那孩子心里说 我爸也这样玩 那不让我玩 他心里这块 他肯定有这种想法 教育方式上面 希望丈夫有所调整 第二个改变 第三呢 他总是让我心向着他 对我父母对着干 我不是说心向着他 就你作为中间人来说 你也别太偏向父母这块了 对吧 你作为中间人来说 父母这么大年龄的 他老是这么说 父母这么大年龄的 我老是让了 让让你让他 第三点是调整 跟父母之间的关系 或者叫处理方式 要求高吗 我现在一直在挪裂 一直在搞 要求并不高 做起来却又很难 也许已经做到了 但是妻子还不满意 也许压根还什么都没做 丈夫心里还委屈呢 应该怎么办呢 一起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进入丘比特分卷 做一个家庭主妇 特别是在家庭 不是特别宽裕的情况下的 家庭主妇 你每天要为着这些 柴米油盐 压力都会很大 所以呢 你情绪上有一些 需要被认可 被宣泄的地方 是正常的 但是 我们首先 要调整好 我们自己的心态 你丈夫没变过 我相信结婚这15年 他一直是这样 差不多吧 只是你对他的要求高了 越来越看不上他 因为你越来越忙了 家里心越来越多了 家庭的负担重了 你才会觉得他没跟上 对 那第二 我们说这位先生 谁不上班啊 上班有不累的吗 有那工作 你告诉我一下 我也去 上班累 不是说回家 我就挺失的 一个借口 你老婆在家不忙吗 带个孩子多不容易啊 又要辅导功课 13岁的孩子 可不好搞 叫着劲的 都跟你反着拧的 那还有个十个月的孩子呢 我们一定要做到 回家以后 不惹事 不找事 不多事 多做事 然后你们家 基本就没事 全职太太 是非常辛苦的 比你丝毫 不轻松 先树立这样一个观点 我们生孩子 不是给男人生 不是给婆家生 不是给他们生 是我们的孩子 虽然在满院婆婆 没有帮你看二胎 但你还是自己完成了 所有的生养的过程 照顾他们的过程 我觉得挺不容易 刚才周总说 你要去想清楚 这个男人其实他没有变 他15年来一直是这样 生大宝的时候 他也是跳着二脑腿不管 生二宝宴是这样 但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凭什么他不变啊 你们家没变吗 你们家出来二宝了 没变吗 你还想下了班回来躺在那 周末就玩游戏吗 只换儿子倒水 什么洗脚盆 是孩子培养一些 独立的干家务的能力是好的 但这背后不是你在培养 那是你懒呀 是你媳妇看不下去了呀 你们家再变 有了二胎了 你为什么不变呢 今天妻子虽然我觉得 可能状态稍微过了一点 但是确实你做的太不到了一点 既然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既然我们的生活多了一个宝贝 既然我们的年龄都在变大 既然我的媳妇如今 和往常的快乐不同 她忧郁了一些 那你就要变呀 你就要调整 这还用人说吗 国习关系处理不好 你占了80% 女孩子非常善良 挣的钱80% 90%都交了婆家 不是每个女生都能做到的 她也不是调劲说 这个钱你们买房的时候 婆婆不肯拿出来 她就是对你有意见 你不作为 你以为说当两个孩子的妈 比你在外面干活轻松吗 你心里应该知道 全职妈妈两个宝宝的妈妈 比你上班累多了 人家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 你工作几个小时 你还回来打游戏 老大青春期 老二怕摔了 哪个都比你的工作强度大 比你压力大 比你负担大 他不忧郁谁忧郁 还玩游戏 你咋不抑郁一下呀 既然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你择无旁贷 就要冲到一线 及时调整 女生我觉得你也应该 稍微积极点的走出来 我们有了二宝 是我们自己的幸福啊 看着一个这么幼小的生命 又要有这个 生机勃勃的成长的过程 我们要给自己多一些力量 不要老婆 当你乐观了 加油吧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这个男生啊 找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女人 当然第一个女人 不是你找的 是生你的 你的妈 这个呢 是你照着你妈的样子找的 叨叨嘛 都喜欢说那些碎话嘛 但是事呢 该做的也都做了 他妈妈也说 这钱是我的 不能写我的名 最终不也写了你们的名吗 然后这个儿媳妇的 做也不错 这80%的钱都寄回家了 那到底是给妈的 还是让妈存的 你就没说清楚 初中都是好的 那么要遇到事 自己的能变了呢 你们整天 叙叙叨叨吵闹闹闹的 孩子也学到了 孩子有可能就继承了 他爸爸的样子 找一个叙叨叨的老婆 未来你的儿媳妇 你开心吗 如果不想 这一系列的这状况 在世代遗传下去的话 你就要做出调整 其实 所有你们两个女人之间的问题 都是她嘛 你们两个女人 都要跟你唠叨 因为你的态度 很不明确 每个女人都来跟你抱怨 你就处理不好这种关系 你要明确的 把这事给说清楚 对不对 我们当初都是抱着 好心 但是没有做好事 或者事做好了 但是嘴上又非得不饶人 别说什么刀子嘴 豆腐心 语言 罪能够伤害对方 把你所做的事 全都一句话全抹平了 对 何必呢 弄得里外不是人 你有做的对的地儿 但是欠妥的地儿也太多了 你要证明给你的母亲看 我们的小日子 我是有态度的 你要证明给老婆看 我们的日子 妈我们也需要尊重她 对不对 嘴上啊 饶饶人 好事都做了 但是还没有得好报 为什么呢 对吧 就这样 我问你两个问题 一个 打算什么时候 让她回去上班 看她心情吗 再过两个月行吗 我感觉时间再长点也可以 你觉得多久 你让她去上班 小孩最少 再有自己的表达能力了 会说话了 或是 三岁去了 当幼儿园呗 像幼儿园人谁接送啊 上班了自己接送都费劲 还得父母 第二个问题 假设她倒了 躺床上没有劳动能力了 俩孩子她也照顾不了了 最少怎么办呢 还是父母看 那你觉得你妈这个态度 能照顾好她和两个孩子吗 应该可以 你妈刚才说了什么话 你听到了吗 你妈对她什么态度 你看到了吗 所以啊 掩耳盗铃这个事啊 真好 不是每个男人都 配当爹的 这话就料着 就真的 生孩子之前 每个父亲应该考试 应该拿证 实证当爹 我跟电视机前的人 各位姑娘说 如果 这个人来劝你生二胎 这个人 没有帮你体验过 生一胎的辛苦 就不要听她了 凭什么呀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问题 你不心疼她 她在那边 不管是哭也好 说也好 你都是面无表情 你一点都没有心疼她 她哭了 你没有想着 给她递一张纸 她说这个事 那个事 你也没有任何愧疚之心 夫妻做到不心疼 还有什么意思 两个孩子的妈 站在你面前 诉说自己的辛劳 你除了说她唠叨之外 你居然说不出第二句话了 我只给你一个建议 给自己放长假 或者每个月 给自己放几天假 就把孩子丢给她 你爱管不管 你爱叫找谁管找谁管 或者每年半个月以上的时间 就让她管孩子 男人是要训练的 你永远不训练她 她永远是这个样子 只有你训练了她 她才有可能去做好一个父亲 虽然我觉得她已经晚了 就这样吧 这组关系里面 最生气的实际是这个 你说她哭哭闹闹的 叙叙叨叨 她要什么呀 她要的真不多 要你点行动 要你点态度 没有行动 你嘴甜点 对陆小师那两个问题问完之后 我就觉得 我就绝望了你知道吗 她倒了怎么办 有我妈呢 那怎么办 有我妈呢 那要你干嘛 你妈要倒了呢 这俩女人同时倒了 你要谁去 告诉我 为什么人家说人到中年最难 上有老下有小 那你没办法 你得承担啊 你躲躲也躲 都躲不开 两个男孩 如果你不去关注他们 成长长歪了 你老年你怎么办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妈妈累倒了怎么办 你想一想吧 咱们就现实点 务实一点 拿出点精力 就没办法 就不唠叨的 还叫女人吗 你见过哪个女人 是不唠叨的 就是女性 她这么大的压力 她怎么释放和舒缓 你说她唠叨都烦死我了 那对不起 你就别结婚 结了婚的女人 有了孩子 还俩孩子 她要不唠叨 那她神仙 多唠叨 情绪要多释放出来 要不然太难受了 以后婆婆再说 那房子是我们买的 你就说谢谢妈 给我们买了房子 完了嘛 挣那口气干嘛呀 那名字也写的你的 咱就不叫那个劲了 正常唠叨吧 其他没啥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条 结婚也是十五娘了 老婆也是付出了 我也是 看着心里 我也是心疼 但是有时候 和父母 不要太计较了 小事上不要太计较了 父母也是好心 也没有 也没有恶意 对吧 其实我也理解她了 有多担待点 对吧 你看我不理解啊 我感觉我做儿媳妇做的 真的是挺可以的了 我这要是特别饿的 我也认了 对吧 但关键事实不是这样的 对吧 做的多 挑的也多 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做 怎么做是对的 我给我父亲在成都卖的房子 钱都是我出的 你知道后来房产本写的谁的名字吗 写的他的名字 我们老爷子写了 写完之后 逢人就说那是我的房子 然后跟我说 以后这房子 你有你姐也得有 那我只能说 好好好 然后我跟我姐说 这老爷子怎么安排了 咱就按这个半啊 那怎么办 就你法理上都没问题 但是一旦涉及到亲情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呢 那我媳妇肯定不愿意啊 为什么要赵老师 有一半也有一半 怎么一点都没有好 你这个怎么还没自己发 那是爹吗 对不对 这个 我这个是宽慰 你就在这件事的问题上 你就这么想 现在索性还好 什么都是你的 你就别计较了 这件事过吧 陆琦老师那句话 反过来听是 你也有一天可能撑不住 需要有人给你换换班的时候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婆婆还能来帮忙忙 不就完了吗 现在最主要的核心矛盾都不在这 核心矛盾就在这个人 他没做成一个爹 没做成一个账头 就是说白了很简单嘛 你要是晚上不想起 你就跟他搞分工 大儿子的所有事我来了 十四五岁男孩 其实还挺好带的 你记住了吗 别再纠缠那个婆媳之间的破事了 他没时间 没精力纠缠那个破事 那傻子了 回吧 谢谢两位 请回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吧 请开门 老婆先走了 哎 这个甜言蜜语需要啊 主要付出实际行动 问问先生嘛 老大谁管 我管 行行行你管就行 来 接下来一起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老婆辛苦了 以前可能坐得不到位 有多担待吧 老婆就生气了 爸爸 那你自己能改吗 可以 有一个男的 你自己能改吗 对夫妻的 不会 那正前咱俩可以一起证 对吧 对吧 你说家 咱们一起分担不可以 可以 你说刚才说老大 早上起来 我六点 我起来给老大做饭 七点把老大送到 以后就看老二 一般我能送 我能送 现在有老二送不了了 我都让你送一下 对吧 我感觉我做得多了 但你心里就感觉是应该的了 老婆辛苦了 好好好 回家说回家说 四方话 来来来请亮灯 哎呀 哎呀 行了以后明天早上六点半 起来做早饭 做完早饭 送老大 送完老大 该干嘛干嘛去 以后打开电脑的时候 就把老大叫来说 你帮爸爸看看 这个三二表怎么做 儿子就知道 你不是在打游戏了 就做简单的 三个步骤 所有的问题 全部解决 就不愿意做 不知道为什么 谢谢两位请回吧 太多话要跟你说 如今非经历